这样的文件夹标签你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吗? 首先把侧标签名称输入在Excel里 接着在标题栏点视图选择页面布局 接着在A列右击鼠标选择列框 列框也就是标签的宽度改为17厘米确定 然后框选所有行号 然后在行号上右击鼠标选择行高 把行高改为5厘米确定 再把视图改为普通视图 如果你想学好办公软件来诚哥直播间 然后在开始选项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字体 再把鼠标放在字体前面的这个位置 输入这一个at符号回车 这样字体的方向就改变了 然后右击鼠标选择设置当元格格式 在边框里选择外边框 接下来在对齐选项中 把水平对齐方式改为风向对齐 缩近两字符 垂直对齐选择局中确定 再把字号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这样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记得来诚哥直播间学习更多知识